人生难得 佛法难问 在人生 最大的利益 就是有缘文佛法 为什么 文佛法就有超越轮回 超越世法界的机会 不是在人道 纵然在天道 也比不上人道 为什么 人苦都乐少 警觉性高 遇到了 他真把机会抓住了 他就离开六大轮回了 天上 乐都苦少 往往把这桩事情疏忽了 佛在天上讲经 天文天道 天道 天快乐 没有想到这个事情重要 所以把机会 很容易就是过去 失掉 错过了 真可惜 我们今天的人生 文佛法 身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的 发达的这个大时代 科技带给我们的社会 我们亲眼看到 我们亲眼看到了 亲耳闻到了 亲耳闻到了 如果他 他真相信 他真感 这一生 可以脱离 这一脱离 永远脱离 不单是六道 脱离六道轮回 脱离舍法界 这是 人生 最宝贵的 一种事情 我们这一生 得到了 五千大节才碰到一次 我们这一次居然碰到了 要不能把这个佛法抓住 不能把禁宗法门掌握住 只有这一门能出去 其他法门虽读 没有待业 都要断烦恼 真菩提 我一读这一门 不需要断烦恼 可以待业往生 生到极乐世界 等于 真得无上菩提 经上讲得清楚 我们要相信啊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 我们常常骗人 说话不负责人 大概佛也是骗我们 想错了 错得太离谱了 我们是反复 由六道轮回的习气 习气很重 欺骗别人 成习惯了 误会 佛与菩萨 也像我们一样 常常说片话 这个机会 很容易当面错过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世间真正神仙 再降一等君子 都不忍心欺骗别人 何宽 何宽 大神 大邪 何宽 祝佛 菩萨 哪有欺骗人的道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